2021年11月30号凌晨2点多 导演王岳伦疑似在微博官宣离婚 他说与妻子李湘长期性格不和 多年感情破裂 今年7月就已经分手 尽管措辞体面 还表示会共同抚养女儿 但结尾特异加的那句 也祝福李湘和他的意中人能白头到老 让这条声明的目的不言而喻 可不知是什么原因 王岛没多久就悄悄删掉了这条微博 李湘则晒出一盘绿叶菜 似乎亦有所指 此前王岳伦在婚内多次被拍到 与不同女子举止亲密 事发后也无一例外高调表白妻子 声称这辈子最爱的人 就是我的老婆李湘 每一次李湘都会很配合地回应 这一次究竟怎么了 今天十一就来聊聊 装累了的恩爱夫妻 李湘王岳伦 其实只要仔细翻看李湘的社交账号 不难发现 他早在2021年9月 就分享过一个和陌生男子同框的视频 两人不仅身穿情侣装 视频的背景音乐还是小路乱撞 结合王岳伦的祝福 李湘似乎已经在离婚后有了新欢 这一结果虽然出人意料 但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王李散伙早已有了预警 2013年综艺节目《爸爸去哪》播出 王岳伦靠着憨憨老公和24孝爸爸的人设 拿到了不少资源 也让他们一家三口成为家喻户晓的幸福家庭 引来无数羡慕的声音 哪怕李湘在吐槽大会上公开调侃老公吃软饭 王岳伦也毫不在意 甘愿做妻子背后的男人 然而 面对女强男弱的家庭地位 王岳伦真的甘心吗 2015年7月 与李湘结婚6年的王岳伦 被拍到疑似与初恋女友在酒吧相会 不过 这个爆料还可以解释为 单纯的聚会和单纯的喝多 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到了2016年10月 王岳伦被拍到在餐厅门口 揽着陌生女子的肩膀 大口抽雪茄 好不快活 2018年10月 媒体又发布了一条4个月之前的偷拍 称王岳伦和一女子在酒店共堵三小时 消息一出 王岳伦火速成青 怒斥媒体瞎掰 画面中的女子只是朋友的女朋友 大家在一起等车 李湘也大动肝火 晒出质问这位朋友的聊天记录 大骂 朋友的女朋友也不可以坐我的车 滚蛋 第二天就有了王岳伦笃咒发誓的经典场面 我这辈子最爱的人是我老婆李湘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她的事 就这样 绯闻不了了之 然而 不知是不是李湘表现得太大度 王岳伦的行为开始变本加厉 2020年8月 媒体放出王岳伦在KTV壁东小姑娘的视频 另一边 就在她和小姑娘打情骂俏的时候 李湘却还在直播间卖货 这一次 王岳伦解释自己是酒后失态 承认自己不检点 给家庭造成很大伤害 自责反省之余 还说要戒酒 可惜媒体很快放出另一组图 清清楚楚记录着王岳伦 对着女方又摸脖子又搂腰的猥琐举动 让她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王岳伦无法反驳 就生硬地在微博上公开表白老婆孩子 永远爱你们 至死不渝 李湘也生硬地与她互动 回复了三个爱心 可惜大家都明白 这套做法不过是为了保全两人正在录制中的综艺节目 挨压好身材 他们越想让综艺中那些夫妻恩爱的镜头 看起来真实一些 观众就越觉得虚假 最综艺反响不佳 王岳伦又跳出来表示 自己被偷拍是遭人算计 有人要害她 破坏她的家庭 李湘为了节目的播出 依旧鼎力支持 声援老公 恶人终有恶报 可与此同时 有人发现 王岳伦已经退出李湘关联公司 就在大家以为 李湘在默默清算王岳伦的时候 这位大姐大居然发泊表示 我们一家好着呢 一系列操作下来 大家不理解 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婚 李湘出身军人家庭 父亲从军 母亲经营多家4S车店 富足的家庭条件 让她在毕业第二年 就开上了同龄人想都没想过的宝马 进入湖南卫视之后 她也是公认的湖南台一姐 也许是遗传母亲 李湘对经商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分 当初和李后林结婚时 就建议丈夫出资 创办了北京快乐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只不过 当时她还年轻 经验又不足 因此创业失败 和李后林离婚后 李湘继续着手投资事业 由她投资的电影 十全九美 熊猫大侠等 都实现了小成本 低口碑 高回报的逆袭 特别是十全九美 李湘投资300万 电影的票房 却足足有4600万 2008年 她成立了集策划 投资 制作与一体的芒果影业公司 联手伯纳影业 在长沙开设芒果伯纳影院 宣布正式进军影院业 她眼光独到 项目可谓把把命中 就说当年火遍全国的电视剧 一不小心爱上你 以平均收视率1.30 收视份额6.04的成绩 在当年占据着电视剧 全国第一的位置 2016年 李湘再进一步 出任360公司的影视副总裁 年薪千万 同一时期 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目前在北京有N套房产 具体数字记不清 就连做直播 李湘也与众不同 别的明星直播卖美妆 她竟然直播卖房 开墙的话音刚落 几百万的房子轻松成交 可以说 家庭和自身的条件 让李湘在任何关系中 都底气十足 游刃有余 而王月伦虽然被媒体称作软饭男 实际上也是不折不扣的 京圈公子 她的父亲王辉 失从著名油画家吴冠中 在绘画上的成绩十分不俗 名扬画界 不过 王月伦没有得到多少父亲的 艺术天赋 即便前往美国纽约电影学院 进修导演专专业 她的路依旧走得不太顺 指导的电影均有李湘投资支持 评分却都没够到及格线 随着李湘在异军突起的偶像剧行业 越战越勇 逐渐成为大众眼中的女强人 王月伦这个烂片导演 自然被放在了吃软饭的位置上 直到和女儿一起参加 爸爸去哪儿 王月伦才凭借好爸爸 好丈夫的名号火了一把 此后 她更加卖力地扮演 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 对李湘言听计从 打电话随叫随到 生气了马上就哄 不敢违抗分毫 在综艺上 朋友曾模仿李湘对王月伦的口头禅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引得众人大笑 那之后 王月伦屡次被拍到与妙龄女子亲密 尽管嘴上说再多爱 这段婚姻也已经是貌合神离 刑事主义 引发她自爆离婚的导火索 依旧是媒体放出的偷拍照 画面中 王月伦跟一长发女子同行 亲密地搂着对方肩膀 在她宣布离婚又删除微博后 媒体按照老规矩 又放出了第二波爆料 标题很熟悉 三天会两女 不同的是 这一次李湘不会再站出来说 相信老公 至于王月伦所说的意中人 是否真的能陪李湘白头到老 并不重要 毕竟李湘曾经说过 我只要我开心 您呢随意 我是十一 喜欢视频欢迎点赞 关注 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